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國最大的新聞 除了中國前外長秦剛被免除中共國務委員之外 還有現任的國防部長李尚甫也被革職了 非常的暖心 而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中共頒布了所謂愛國主義教育法 台灣也被納入其中 且明年1月1號開始實施 大家有沒有笑死 你最好就是在台灣的土地上實施給我看 先跟各位說這個法裡面有什麼具體內容呢? 將陸續在中國領土內設立 宣揚中華民主文化辦公室 還有愛國主義教育統籌小組 參照中國類似的跨部門機構制度 從上至下貫徹聖上的思想 就是因為全方位推廣愛國主義 包含聖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中國共產黨史 中華優良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等等 什麼樣笑死人自取為法治的國家會教一個 一個執政黨一個一個黨史 還有個人崇拜的思想在裡面 然後反過來說台灣人被洗腦 講真的啊你各位至今有沒有讀過 蔡英文思想獨奔還是拜登川普思想獨奔? 沒有啊!而且你看裡面不僅要愛中國之外 還要愛黨還要愛這一個傢伙 還成立什麼宣揚中華民族文化辦公室 什麼鬼啦! 明年如果台灣沒有落實這些法規跟開設辦公室 是不是你們粉紅要去嗆中共台獨啦? 你們1月1號元旦那天在天安門升級的時候去嗆一下 聖上你搞台獨啊!為什麼台灣沒有比照呢? 你法律上說比照但台灣沒有 欸! 一吟嘛! 你也知道台灣不是你的一部分喔! 歡迎你們再去公安局拍片舉報各種台獨好嗎? 我非常期待你們送頭 這就是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 人治的國家領導的看法是法律的這樣的一個國家 不僅沒有監督政府還有司法獨立之外啊 人大政協也都是拍手通過 不像我們還有反台獨立場的立委啊 在凍結國建國造的預算諸如此類的 那在中國想都不用想啊 除此之外 難道台灣的司法法律就沒有需要改變改革的地方嗎? 其實是有的 畢竟我們是一個民主 且時時刻刻會想要提升自己 讓自己與時俱進的國家 所以蠻多的法案需要大家一起來關注 來改變 民眾的認知發生的改變 法案才有推動的可能 最好我旁邊這位是 台灣公民人權聯盟的法案起草律師叫Ivy 好那我們請Ivy姐幫我們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 落實刑事妥訴審判法跟專業檢警分工 因為在我們普通人的觀念裡面 我們會覺得這個到底關我什麼事 而且我也聽不懂 看起來好專業 司法去改革了 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有什麼好處? 因為大家可能都覺得好像刑事的案件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其實我們每個人生活上現在詐騙都很多 有很多他其實自己可能是被害人 甚至他可能突然變被告了 當我們自己突然有一天面對的時候可能才會知道說像我們為什麼要改革呢? 因為像現在很多大家碰到刑事案件的時候如果我今天成為被告 我從警察找我去問 然後一直到檢察官也 找我去問完之後我到法院 到法院了之後最後 欸法官如果今天說我無罪了 這可能已經從警察找我一直到法院判完 其實已經一兩年過後了 法院就算說我無罪 可是檢察官他可能會覺得 欸我覺得法官的適用法律有問題啊或者是他的證據其實認定有錯誤 總之檢察官他就不服他就還是可以再提起上訴 現在其實看到很多檢察官他的證據資料都已經提出來了 其實大概就是檢察官覺得法官的解釋他不接受 他也沒有什麼新的資料也沒有新的證據 他可能就是我不服我就提上訴 可是那接下來照第二審等於被告 我又要再走一兩年的程序 又要講一樣的事情做一樣的 這個其實為什麼是妥訴審判嗎? 他其實是當我們只要碰到刑事只要是碰到這些案件的時候 其實都很無助啦 可是程序我就必須 等於是有一點是被任人擺佈 那我也沒有得選擇 最後其實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有一個終結的一天 那這個一旦過了就是 如果我一審無罪了 檢察官沒有任何理由在二審這樣子 對 他其實在經過前面的偵查程序 理論上當他要決定起訴一個人的時候 我就應該把所有的證據準備好 所以不能再補充新的證據 應該說他在一審的時候 他就可以把他全部的活力放在一審 那所以有很多的法院的判決 其實法官會最後在判決裡面 其實為什麼會給被告無罪的理由 就是寫說 因為檢察官提起公訴後 檢察官是要負舉證責任的人 當今天檢察官沒有辦法舉證證明被告有罪的時候 那你沒有辦法說服我 不能夠再要求法官在法庭裡去幫你檢察官 再去蒐集證據 基本上當檢察官沒有辦法進到 他應該進的舉證責任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一個最高的原則就是無罪推定 那無罪推定原則下 其實法官就必須要下無罪的判決 大概在實務裡面 我們其實有去爬書了很多地院的判決 檢察官上訴 其實有很多的案件他也不是大的罪 其實有很多他甚至可能是被告 也並沒有否認這些事實 也都是很單純的事實 然後甚至其實是被害人 他可能也都已經跟被告之間其實達成和解了 達成和解了之後 那其實檢察官有一些 他也不是在於我今天的有罪無罪 他甚至是說量刑的問題 然後那他也會提出上訴 變成說整個司法資源 他其實是在這些小案子上面 其實在整個國家 其實會花很多的時間人力 在這些案件裡面 應該是檢察官去付舉證責任 我要去把事實真相呈現出來的 檢察官沒有做到 變成法官他下了無罪判決之後 檢察官他又去 我覺得法官等我不認 所以我要再上訴 他會覺得 我要再到二審的時候再賭一次啦 有點感覺他就是像賭博一樣 那這是一種情形 我們就覺得這是一個 浪費資源的方式 然後第二個其實是 你對於一些 其實根本在整個社會上 他其實是已經沒有必要 再去浪費這個資源 去上訴的案件 那檢察官他也會去做上訴 那其實這個上訴權的行使 其實也是還蠻多案件 是存在在全國各地的 等於他也是浪費了國家的資源在這些案件上 當今天被害人跟被告人 雙方都已經有共識了 即便他今天的事實真相是很清楚的 檢察官他針對量刑 這就有點是他自己個人主觀 但他都是想要用上訴再來讀一把 講白一點就是他不服氣啦 對 比如說這個法如果落實了 那所有的法案都不會有二審三審的嗎 我這樣講好了 大家現在的想像最大的一個困難是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好像上訴是要公平 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檢察官不能上訴 那被告其實也不能夠上訴 好像上訴應該是要 兩個人都一樣才是公平的 可是其實我們現在為什麼會推這個 妥訴審判法 他的原因其實 當然利基點是在於說 原來檢察官已經偵查到一個段落 等於是整個國家的武器都用在 他這個案子上面的時候 那你最後在法院法官不接受的狀況之下 無罪了 無罪了之後我們其實是針對這種 被告一審無罪的案件 可是針對其他的案件 這個我們其實現在推的法案 並沒有針對所有的案件都說 我都不能夠透過上訴來救濟 我們其實是針對原來在一審的時候 被告獲得無罪判決的這種狀況 我們去限制檢察官的 在使用國家機器再去做一個賭博性的上訴 好那相信剛剛律師講解的這個統書審判法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滿滿理解的 那想問下一個就是 你們想要推進的這個叫做 檢警專業分工這又是什麼東西 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沒有聽到一個新聞 甚至今天也還在講一個新聞就是 基層的檢察官在群起抗議 這個跟剛剛我們有提到 其實詐欺案件現在很多也是有點關係 因為除了詐欺集團之外太多的之前是車手或者是 人頭帳戶的被告越來越多 所以 這些案件通通都湧到警察局之後他通通都在地檢署 所以檢察官因為以前的案件可能一年就已經幾十萬 因為這些詐欺案件遍地開花 因為譬如我今天是一個被告 詐欺案件它有一個特徵是因為詐欺集團嘛 所以他有可能在全國各地各縣市都有被害人 所以會到處有案件 我有一個朋友他的帳戶不知道為什麼被拿去挪用 然後他被澎湖的告被花戀的告被高雄的告 然後他又一直這樣跑 每個警局他都會有開案 他都會有案然後都會叫他去做筆錄 譬如我在澎湖 你剛剛說在澎湖在屏東在台中在哪裡 他在各別的地檢署也都會有個案件 那就回到說 其實檢察官這一邊 警局有多少案件 地檢署這邊也會有多少案件 檢察官這邊其實他就吃不消了 後來法務部他現在其實有在講說 那沒關係我現在其實譬如一個被告 那我通通把這些案件警察停停了 停停了那我通通被告在這邊 那我這些案件譬如我今天被告我住新北市 通通都送到新北地檢署 法務部的意思說這樣子其實就可以減少那個量啦 因為本來可能已經上百萬件了 因為詐欺案件他你看每個人三次件 他就覺得那這樣子案件這樣就會變少啊 可是實際上有變少嗎 其實並沒有 檢察官他本來是等警察移送案件過來嘛 正常其實是這樣 但是警察什麼時候要移送 這些案件過去給檢察官 因為現在警察他其實沒有什麼自己獨立的權限 變成說我抓到一個被告我問完了之後 其實法律規定我原則上 我不能不送到檢察官那邊 這些其實形式上他要真的去審視 甚至有一些我可能要擠壓 他也沒辦法很仔細的去一個一個做法律上的法官嘛 真的如果要升壓的話 他其實也是必須要檢察官才能夠升壓 警察也沒有任何 申請的權利 所以變成警察跟檢察官整個就是綁在一起了 綁在一起的時候其實就變成同一件事情 我就是一個被告我要不要擠壓他 但是我檢察也砸下去 檢察官也砸下去 所以他變成其實是重工 對警察來講 我今天就算我把證據資料隊調查完了 反正檢察官你全部都會自己再查一次 那其實對警察來講 我好像也沒有什麼成就感 有調查沒調查 其實檢察官那邊還要再重新來一次 那警察他很忙啊 他也覺得我事情也沒有比較少 我基本上我會很認真 把這個東西調查到我覺得巨細迷移嘛 其實對警察來講我這件事趕快把他傾一傾 我趕快送到檢察官那邊去 他後面反正自己會要補他自己去補 那我後面我還可以再騰出時間做別的事 所以警察他其實在前面 他的收證也不會特別的仔細 所以檢察官那一邊他後面也是收到了 一個他自己要再砸進去做 所以我覺得那是惡性循環 我們期待的是 檢察官他可以去在後面把關嘛 我其實是去把關警察送上來的東西 你不阻我叫你去查 可是今天我自己砸下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其實自己就已經 我不會有那個客觀的角色在裡面了 對我就會覺得 欸我這個案子我也想趕快把他偵查結束掉 我可以起訴我就趕快反正 到時候起訴完之後 法院立庭當那個公訴人又不一定是我 看誰衰就是誰 他就趕快這個起訴了之後 那以後看是誰是公訴人 那就是那個人的命了 那會不會有一個問題是 會有黑警之類的東西出現在這個裡面 會不會有這樣的疑慮啊 應該是說任何一個官僚體系 其實我覺得他都是一個要面臨的問題 但是應該是說要怎麼去遏止 或者是預防這個現象 像現在為什麼我們是說警察跟檢察官 他們其實讓警察某程度他可以有一些 獨立跟自主性 其實並沒有要剝奪檢察官的權限 他其實只是說讓警察他在他做調查的工作的時候 可以比較有效率的 畢竟他是他第一線調查的專業 他在做調查的時候他需要做的 搶一些我們說的要去搜索扣押 他需要法律上的武器 可以讓他們很快速的去做 當今天我覺得最恐怖的是 我今天所有的權限只有一個角色獨攬 我就可以做主 沒有別人可以介入的時候 這種才是最容易被打持的 那最後想問一下 像我們民眾能怎麼support這個東西 這個法案 就讓他可以改革或是推進 我們一般人可以做 這個還沒送立法院嗎 現在是草案 即將會請立委提案 等於是現在希望立委們可以協助我們 配合我們去做提案 當然因為現在其實 我們之後其實也會希望 因為畢竟這個牽涉到是 法務部跟警政署 他們對於檢察官跟警察 他們的職權的行使 所以其實會需要做一些機關之間的溝通 才能夠去比較細部的 針對大家的一些權限 去做一些劃分 變成說這個我覺得其實輿論 應該還是希望是大家可以了解說 到底現在 檢警他們現在重工的困境 之後也許我不知道地委這邊會不會有可能在提案的過程會有公聽會 或者是像我們也會做一些民調 那在這民調的時候 其實大概民眾願意接受 其實也可以去贊成 表達贊成 那甚至如果今天公聽或連署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表態 對於這樣的一個警察 讓他們的專業可以回歸到警察這邊的專業 其實這件事情可以讓民眾也去支持 我覺得其實對於這個法案的推動 應該是會有幫助的 對也就是 我們人民討論度越高越關心 他越有機會 有這個機率可以被推動 好 那我們再次感謝台灣公民人權聯盟的法案起草律師Ivy 到我們節目來跟大家科普一下這個法案的觀念 謝謝大家 掰掰 好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啦 掰